等我们生了孩子之后 让他姓齐吧 那不行 这怎么可能了 那问题是我爸妈 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如果不姓刘 我怎么交代啊 我爸妈还就我一个孩子呢 如果你要不答应我的话 我不要了 女人怀孕后 要求生下来的孩子 跟着自己姓 男人心里很不乐意 但嘴上却暂时答应了他 等到时候 孩子上了刘家的户口就行了 但面对强势的娘家人 男人的憋屈生活才刚刚开始 你看 萝卜糕 我爸给你买的 真香啊 萝卜家 嗯 我又来了 我想去萝卜糕 听话 不要吃这种脏兮兮的东西 妈 故子 刘亦然跟丈母娘解释 这是他爸特意跑去小县城 买来的特产 是干净的东西 但丈母娘不打理他 直接准备把这袋子东西 拿出去扔掉 刘亦然没办法 只能又把萝卜糕 拿回自己家去了 这不给小家带的萝卜糕吗 这吃了没有 好吃吧 爸 他最近怀孕 这些东西不爱吃 以后啊 你也别费劲满了 刘父听完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老伴去世后 儿子儿媳又没住在身边 他所有的精神寄托 都在小孙子身上了 但现在他连个关心都被拒绝了 这让他难以接受 然而他不知道 此时的亲家 正在着急的为他找个老伴 好照顾他的生活 免得刘亦然两头跑 不能专心伺候小家了 而刘亦然听他们给父亲挑老伴 跟挑萝卜似的 心里很不舒服 但小家说 这是为了他爸好 要他别多想 直接他就让自己家里人举手表决 同不同意公公和陈亦交往 他还以肚子里的孩子要挟 逼得刘亦然被迫举手同意了 然后隔天他就跑去和陈亦套近乎 邀请他来家里吃饭 陈亦同意了 不料陈亦还有个儿子名叫陈东生 他一眼就看出来小家的父亲 就是之前自己骑车撞断腿的老人 吓得他立刻找了个借口就走了 结果还没出门 他就碰到了买酒回来的小家 小家之前是被一个男人撞倒后 财流的产 而那个男人就是陈东生 见自己被认出来了 陈东生慌忙逃窜 陈亦觉得现在再满也满不住了 于是跪下来跟其父道歉 说自己的儿子就是当初撞他后 肇事逃逸的人 包括小家的流产 都是他造成的 我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对不起 这下好了 小家好不容易撮合起来的陈亦和公公 现在是彻底没戏场了 就那个陈东生 将来要和他成了亲戚 一辈子都要被他拖累 爸 我看你该查癌的事情就算了吧 我有什么事啊 我跟他本来也没什么事嘛 刘富虽然嘴上这么说 他心里还是比较同情陈亦的 所以他警告刘亦然 不要找人家的麻烦报复去 但刘亦然咽不下这口气 说什么也要给自己那第一个孩子讨公道 刘富却一直拦着不让他去 要他看开点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好不容易现在小家怀孕了 安生过日子就行了 刘亦然听父亲老是替陈亦说话 怀疑他真的对陈亦有意思了 便没再追究 但他们不追究 陈亦自己却不肯放过自己 再也不愿意见刘富了